參賽者有張敏妍和莫瑞寬 寬時, 我看到你有雞蛋、海鮮 有瘦、有菜 你打算煮什麼菜給我們吃? 煮什麼菜, 煮他很喝的湯 湯嗎? 有湯喝, 那我就問了 Fiona, 你又準備做什麼營墊? 我煮海鮮、蛋、包豆腐 他們現在一個擅長傳統 一個擅長新派 看來今天我們也有點口福了 大家準備了, 開始 歡姐 是, 怎麼樣? 你很厲害 厲害什麼? 每個人都說你大熱 你有沒有感覺有點壓力? 一定有, 說沒有 歡姐, 你貴庚 七、八、十歲 七、十歲入廚殼 現在爆蝦殼 對, 爆蝦殼 那個香殼的蝦, 味道都出來了 湯才有蝦 待會煮這個 煮這個在湯裡 是 九個字, 能做到這麼多東西嗎? 能做到 做命呢? 他現在把蝦頭 蝦殼 對 先把味道蓋出來 然後他拿去做湯底 又調整一下這些? 做湯底, 放薑下去 就可以消耗了 什麼? 豆腐湯多喝嗎? 豆腐湯多, 都多煮 我們做羹是多的 你可以做這個什麼? 魚韻羹 魚韻羹用豆腐 魚韻羹可以用很多功夫 真的弄不到自作紅島 Yana很有愛心 她為了令丈夫恢復味覺 她用心去煮一些愛心菜 家客比較好 還有七成左右, 全部能夠恢復 做蝦, 做得這麼細細, 這麼小心 代表你真是很有心機 做一些好的菜給他們 對, 希望她吃得開心 因為煮菜真的代表內心的愛 像師傑那樣 長得這麼英俊 你當然吃得你媽媽很多愛心的飯 你說我英俊, 她笑 不是, 我很開心, 又不殘忍英俊 對, 人家很開心 不如六獸, 我也算英俊 現在放進去, 最重要 是不是要炒一下 對, 待會先煎一下 煎一下 Angelo 是 其實今天難得你來到 我真的要跟你學習 我們今天的神秘食材是豆腐 其實剛才聽你說 豆腐有很多種煮法都可以 對, 你可以用來做魚頭勻羹 因為魚頭拆了肉 然後放一些木耳 放一些東西 用魚煮湯底 對… 然後最後你才把豆腐撕 放進去 很美味 對, 我給你看 哇… 這本書是我在TVB比賽廚神 拿冠軍出版社請我出版的 我們要拿回去收藏 收藏 是… 最後一分鐘 時間到了 又到我們C尾的時候了 對, 做這個節目非常有口福 對, 很多好東西吃 好, 我們嘗嘗這個 這是什麼菜 這就是Fiona做的海鮮蛋包豆腐 很特別 她做這個菜, 因為食材是豆腐 她用的蛋, 有海鮮 海鮮蛋包豆腐, 很特別 第一, 蝦很有味 豆腐也很滑 對, 如果是, 比我的皮膚更滑 好, 很滑 真的很滑 你覺得呢? 豆腐是入味的 但我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每樣的大小都不同 一個蝦這麼大, 豆腐這麼小 我不知道做什麼 如果大小可以平均一點 我就可以一匙一匙 吃完口 味道就很好 但是你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但是你跟那個主題裡面散開了一點 吃這碗東西的時候 我不太知道哪一個食材是主角 而且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偏鹹了一點 尤其是吃到那隻蝦, 覺得太濃 太濃 太濃 對 阿智, 這個是什麼菜 這就是班舌煮的海鮮豆腐蛋角湯 最喜歡的是蛋角 反而… 吸了一點味 其他也有味 像一個滾湯 Angelo, 你覺得呢? 這個有點像外省人的蛋角 有東西的湯 它沒有豆腐, 它有豆腐骨 還有筍 因為主角是豆腐 它是滑的 有些蝦 但是我又覺得湯的味道不夠甜 不夠甜 淡了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加水多了一點 因為你怕我們不夠喝 不夠喝 他就加多一點水 讓我們每個人都喝 可能是這樣 Archie, 你呢? 我看到你添了 對, 因為我一喝下去 我就覺得是我的杯茶的湯 因為我覺得… 你們覺得太淡, 我覺得剛剛好 你的評語是完全不重要的 三姐… 我們的評審要聽聽你的評語 第一個, 我們剛才試過的 蛋泡豆腐 它第一個輸了什麼呢? 它把主角放在最底 這個已經不可以成立了 味道如果稍微淡一點 是好吃的 而且吃起來很舒服 但是最不好的就是 你那個蝦還會留著味道 因為你吃豆腐和其他配料 全部都是軟熟的 你無緣無故有骨 這樣變了就差一點 這個湯了 是 這個湯其實也突顯了它的主角 蛋角也不錯 它懂得用蝦肉放進去煎 出了一個蝦味 但是它滾的湯的事實 它真的給得多水 這個湯全部都是軟熟的 沒有骨的 你都是留著蝦味 變得容易 喝湯的時候 就會要再損骨 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其實大致上的湯也是好的 現在馬上開始第二輪的廚藝比拼了 參賽者有黃永光 還有陳凱婷 他們的食材同樣是豆腐 看看他們有什麼煮法 讓我先問Kan 我看到你們拿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要用豆腐煮什麼, 送給我們嘗嘗 我想做一個紅燒釀豆腐 你會煮什麼營墊呢? 我今天這個叫 蠔汁肉碎雞蛋泡豆腐 雞蛋泡豆腐 雞蛋泡豆腐 努力一點 對, 大家要準備好了 限時45分鐘而已, 好嗎? 10、2、1, 開煮 Joanna 你好 我們說神秘食材 是 聽說你一早就猜到是豆腐 為什麼你猜到是豆腐? 其實不是一早的, 自己猜到 就是之前用過的食材 應該就不會再用 所以撇除其他又比較家常的 我就猜到是豆腐 阿獅子也很喜歡吃豆腐, 是嗎? 是…你煮得好一點 盡力… 不過名堂是什麼? 蠔汁雞蛋泡豆腐 是 蠔汁雞蛋泡豆腐, 你知道嗎? 不是, 待會兒煮出來就看 你猜到是怎樣的 他的肉是碎的, 碎了 對於小朋友或大人 都很方便吃, 很好用 加上雞蛋, 很有肉 很營養, 很均衡 你看, 要剁蝦膠 怎樣? 要剁蝦膠才不會有膠 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說不定 對呀… 少煮飯, 但我多吃飯 對, 要剁蝦膠才不會有膠 27歲, 藥劑絲嗎? 你真厲害, 你哪有時間 做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有空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煮飯 很好的住家男人 結婚了嗎? 還沒… 還沒結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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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結婚了 又會煮飯, 又是藥劑絲 不是 番小姐, 是不是你的類型嗎? 我最愛都是爸爸 別問你這麼尷尬的問題 很尷尬的 她的臉都紅了 臉都紅了 我沒有害羞成這樣 其實她也喜歡的 我真的… 很想問一個問題 是 就是究竟一個懂得煮食的女生 你們會不會加分嗎? 不加硬 如果她不加給我, 怎麼辦? 會煮菜當然是比較好的 變成跟夫妻的關係會更加好 我記得我拍拖的時候 有個男朋友問我 你喜歡甚麼? 你最擅長甚麼? 我說 你不知道嗎? 我唱歌、跳舞 我連北派也會的 她看著我 一點都不開心 她還問我 你會不會煮飯嗎? 當然不會 我以為很小事 她說 你不會煮飯嗎? 她的樣子簡直是兇了 我說 大件事 原來煮飯對她來說 她心目中這麼重要 好 好 我立即的起心 我去學煮菜 好 還要獲獎 好 好 來吧 你會選一個漂亮的 還是會煮菜 怎麼選擇呢 怎麼選擇呢, 伯母 你喜歡美女的 別管她會不會煮菜 其實我可以選擇吃外賣 吃外賣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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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選擇一個漂亮的 擔心了 真的這麼說 對 不用了 最後一分鐘 5 4 3 2 1 謝謝 我們現在試了Joanne的 浦汁雞蛋泡豆腐 我覺得我第一次吃 真的知道什麼是雞蛋泡豆腐 雞蛋真的剛好一層包著豆腐 薄得我以為是豆腐的皮 豆腐很滑 而且它的汁不會太多 剛剛好 它的質感、口感 一咬下去 就有滑的豆腐的質感 我覺得這個配搭比之前那兩個好 他用其他材料 混合在豆腐裡面是很棒的 至不宜遲, 我們試試試看 來… 聽到什麼? 紅燒羊豆腐 好, 來… 這個菜你做得非常細膩 怕肉會掉下來 你就加了一點生粉 下去的肉就不會掉出來 只要專注於蝦膠, 真是簡單 雞蛋泡豆腐, 我很喜歡 真的好吃 很有口感 醬汁剛剛好 這個豆腐 它的味道其實也不錯 唯獨是豆腐切得太小 煎起來就一直變成 變成整塊豆腐就不成形了 肉碎, 煎出來也不夠香 這個, 其實它真的功夫多 唯獨我覺得外面的生粉太厚了 厚了的脆, 不會很鬆脆、薄脆 味道是不錯的 好, 剛才勝意的菜式我們都試過 是 現在四位參賽者都出來了 菜果的漿會是怎樣的呢 好, 佳燕姐 我們在公佈的菜果之前 不如我們問一問Angie和獅子哥 你們今天最喜愛的家常菜又是哪一樣呢 我們最喜愛的家常菜 我們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色味香都很好, 我是家媽 對我們做非常好 IGA 屋 王